三立主播王宇京有女万事足 翻摄自王宇京脸书 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 三立主播王宇京去年三月嫁给广告制片公司老板老迪 结婚半年开心宣布怀孕有喜 五月初剖腹产下女儿茉莉 谈及新手妈妈生活 她坦言经常吓出一身汗 王宇京透露产后带女儿出门 就像是立京一场战争 前几天带茉莉去打针 回家想搭计程车 结果发现计程车都没有汽车安全座椅 当然现在法令也没强制规定 王宇京坦然 毕竟这也是一个成本 不过只要带女儿出门 现在的王宇京都会把出门 回家的动线全想一遍 为了安全 最后只好拉住王董 王董娘 浩浩荡荡地陪我 她希望政府相关单位正视 因为带助婴儿还没出门 做父母的有可能已经鲜意深汗 的